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将在明年3月 签入位于双西登亚的新会所 占地近8000平方米的新会所 建造费高达700多万元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展开筹款活动 希望能够筹集还欠缺的170万元经费 筹款活动包括让支持者购买新会所的砖块 并在11月间举办筹款晚宴 设在双西登亚的新会所面积 比目前在斐龙山路的会所大大约三倍 将能多容纳大约200多只动物 这里设施更完善 有更多康复式和手术式 还有有一个新的大庭子 让学校举办讲座和动物接受训练 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上午巡视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新会所 他呼吁公众协助捐款 并传递保护动物的讯息 部长指出协会这些年来 在保护动物上做了许多工作 包括对760多起遭虐待的动物个案展开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